其實因為我這一陣子都是在比較關心兒童在醫療 尤其在碰到Omicron的部分 那我覺得因為小朋友他尤其是比較小的小朋友0到6歲 他們其實也感覺上是一個弱勢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打疫苗 然後身體本身也還沒有發育完全 所以抵抗力也會比較低弱一點 那其實這個呼吸器是真的可以幫助他們舒服很多 然後也可以避免就是說在那個插管的時候 其實可以選擇用這個呼吸器這樣 共同防疫台灣加油 其實因為我這一陣子都是在比較關心兒童在這個部分 醫療就是在碰到Omicron的部分 那我覺得因為小朋友他尤其是比較小的小朋友0到6歲 他們其實也感覺上是一個弱勢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打疫苗 然後身體本身也還沒有發育完全 所以抵抗力也會比較低弱一點 那其實這個呼吸器是真的可以幫助他們舒服很多 然後也可以避免就是說在那個插管的時候 其實可以選擇用這個呼吸器這樣 當時其實我真的也沒有想到耶 因為我覺得真的非常的巧 因為就是在餐廳吃飯的時候碰到 那我就主動過去跟阿中部長說 部長好我是永潔這樣子 然後部長也很開心 部長就說喔然後他就馬上站起來 然後他就說他一直沒有 我其實覺得我只是很開心跟部長說一聲 但他真的就跟我說他一直都沒有機會 能夠好好的跟我說謝謝 那他剛好現在在這邊碰到我就跟我說謝謝這樣 然後我也很開心我就說喔是喔那我就要繼續加油囉這樣子 很感動 對對因為我覺得本來就是這樣嘛 就是政府跟民間我們一起努力這樣子 因為誰都希望我們台灣能夠趕快度過 然後大家的就是損失能夠真的減少這樣子 嗯 那你家人有些看法怎麼樣 嗯 老實說 其實是協會 就是沒有基金會的規模那麼大這樣子 那協會要成立的時候呢 我老公他是覺得很擔心 因為他很擔心說會不會 可能會有一些批評啊 或者是我做的不好的地方這樣子 那我是覺得說我是不想想那麼多 因為我覺得如果說你真的就是努力要把這件事情做好 而且我的出發點跟我的 只要是帳目都會很清楚的話 那很清白的話 我覺得其實我真的覺得說我就很願意去做 對那如果做不好的地方我也願意去改進 那我的想法就是這樣很單純 那我老公其實是說你真的確定你要這樣做嗎 這是一輩子的承諾 我就說我沒有要一輩子的承諾 我跟你之間我都不會一輩子的承諾了 誰能夠承諾一輩子 我們都不知道明天會怎麼樣了 所以我就說我就是把握當下 我現在right now可以很認真的做 我就做 那因為我的協會是沒有任何壓力的 你懂我的意思 我就是沒有成本的壓力 所以我就是盡量的就是去做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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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